哈喽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什么死动的你说 主播是这样 我想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你几天视频 我发现你有一个视频里面是连线了一个 好像是学法律的女生吧 然后她说她自己类似正义感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就是是不是 我有一些可能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因为你有因为你在怼人的视频里面 我觉得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点 就是我想不到你会这么回答他 所以你想你想看看你的事会不会也有意想不到的结局 对的 啊行没问题你说吧 就是那个他们评论区说说你这死动的怎么整个这死头像呢 最近在看那个综艺吗 我觉得他比较搞笑 行行你说吧你说吧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价值观有问题 就是我我应该是一个从小我不是我们家没有钱 没有什么钱 但是也也也也没有也没有怎么缺过我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 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是特别空门 就是我我我就是身边跟我离得近的人 如果他们跟我离得近了以后 他们离得远没事 跟我离得近了以后 我也会想帮他们省钱 就如果他们有一些东西 我也我是要求性价比的 你没有花在我想要的点上 我就会替他们冤 然后后来直到今年的时候 到今年的时候我发现我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知道我省下这个钱要给谁 因为我预想是可能我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又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那要拿出来用 但是后来又想那我省这半天 又又又省了半天给别人省了 就是不是你这跟你的职业有关吗 你你帮人省钱这个东西跟你职业有关吗 那你在省钱 还有一个就是我基本上是我我我可以不上班的 因为我自己的化销是比较少的 我之前其实在想好多人追求财富自由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我已经财富自由了 因为我一个月一千两千三千我也可以活 但是这个和你你所谓的追求的 你所谓追求的省钱什么 就是像你说的一样 就是只是比性价比 就是他买这东西你觉得买冤了 按照性价比来讲的话 你有更适合你的东西 然后你就想你就想伸手帮别人去 帮别人去省钱 是这个意思吗 也是有一点的 而且我还觉得比如说 我就在想什么衣食住行 基本上除了行可能发的多一点以外 衣食住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但是我又觉得我这样 我以前觉得可能是一个小优点吧 但是我今年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了 那你告诉我在你眼里面的所谓的省钱 都是冤枉钱吗 省下的都是冤枉钱吗 有没有说比如说演唱会 咱们可以不去现场听 咱们可以回头听 是的 四月份 因为我很喜欢赵雷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 在广东这边有一场赵雷的演唱会 可是我本来觉得 因为他的票是999 名价是999 去淘宝问了一下 结果要加价到3000或者4000或5000 我瞬间我就不想去了 但是这999你是认涛的吗 对吧 对 你说白了 你就是该消费的东西还是消费 只是只不过说是他的溢价部分 你不愿意消费吗 对吧 比如说他的稀缺性 现在你别说什么淘宝黄牛了 或者怎么着的人 就是我愿意把票转让给你 但你花三倍价格我行 然后你就这个你就不愿意拿了吗 对吧 对 那我觉得 那也没啥毛病啊 你换我也不愿意拿呀 就是冤枉钱嘛 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单纯的说省钱的问题 所谓的省的是冤枉钱嘛 但是因为今年突然发现 这样会陷入 可能我自己可能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就是我下来的这个数 因为省嘛 因为挣是挣的少一点 但是也能攒嘛 攒下来的钱 最后可能就 还是花掉了 给别人攒的 什么叫给别人攒的 那你身边朋友到时候有事的时候 你不帮吗 我比较舍得花钱 难道你希望你身边朋友有事找你的时候 你告诉他们我没钱 我全都被花冤枉钱了 这个确实 确实现在还没有人有事找过我 你这不是陷入死循环了 你这死循环根本不是省完钱花给别人的问题 是你到时候朋友找你有事的时候 你认为这钱你也会给他们拿过去 拿过去给他们花 最后这个钱 你发现的根本不是说钱省下来揣进兜里了 而是这个钱早晚会出去的 或许是朋友 或许你有新的需求了 钱是省不下的 对吧 是吧 其实你就是发现钱是省不下的 我演唱会门票我省了两千 结果我发现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花了三千 那我根本没省下 感谢摸了摸了热气球 对吧 不是那个烟火 对吧 对 但是还有一个不光是这个 是我去年发现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我去年的时候 因为我的车就是下雨下大雨 我的车底盘低 然后我明明知道前面走不了 我明明知道前面就是走不了过不去 60%过不去 但是前面的正常的车都在走 然后我觉得我也能走 然后我不知道当时脑子是抽了还是怎么样 我就走了 就我走了没有 可能有十米二十米巴西火了 我也想完了 然后完了 完了之后 然后我就没敢开嘛 然后就等着保险过来 然后你知道我在纠结什么吗 我居然在纠结明年的保费 会不会增加 会增加多少 因为我自己这么一个决策的失误 然后我那一晚上基本上都没睡觉 你是没对象吗 你现实是不是没有对象 没有 你对象怎么认受你的 你 你咋不说话了呢 你对象是怎么忍受你的 那你说我的问题吗 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对象是怎么忍受你的 你是不是你对象给旁边挨的 你对象看完了以后摇摇头走 但是没有 但是你 你的问题 你其实没啥问题 就是你的东西很 你想的东西什么 比如说此时 你说我就抱着试试看态度 完了或者是 哎呀我也不想 我可能有很多附加因素 我现在又停不了车 我要挑头 我又太麻烦 后面那么多车跟着我堵着呢 行了抱着试试看 他都堵一把吧 完了 熄火了 哎呀 这完了 这明天保费涨了 没问题呀 合理呀 那可能我的重点是在 我后面一直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然后睡不着觉 可能我觉得 那就是你生活中的事吗 我说白了你生活中事还是太少 我举个例子 对的 我举个例子可能不恰当啊 当然这个不是说 比如小红跟你是一样情况 小红的妈妈此时住院 每天白天都需要小红陪护 小红的爸爸 农雪酸 晚上得陪护 得回家去照顾 小红现实还有个孩子 天天会得回家看作业 小红他老公天天给外面挣不上多钱 回家喝点啤酒 两眼珠痛红 哭哭就是耍 小红有没有工夫搁这和解 明年保费涨多少 涨得我都睡不着觉 小红但凡能空下一小时 小红都能睡着 你跟小红的差距就是你事太少 你现实生活没事 所以你就是碰着一个事你就胡思乱想 甚至我这么说 你给你男朋友打电话 旁边此时他正上班 他女同事说中午吃啥 跟隔壁别人说的 你都觉得他女男朋友背着你外面有人的 你是属于 你这属于现实生活事太少了 对 你给自己找点事干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你的事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无聊的情况下 我不想上班 我也可以不用上班 我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你还是上班是吧 你听我的 不是挣钱的问题 你只要上了班了有事了你就不点瞎喝去了 可是我不喜欢上班 因为啥呢 因为朝九晚五的麻烦是吧 就是反正各种原因肯定不上班比上班好嘛 那肯定是 关键是你不喜欢上班的原因是啥 你朝九晚五再加上我可能我今年27嘛 然后我没有就没有上过今年吧 你几天一个严谈 我什么几天 你几天一个严谈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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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置电子的 你是 我都听着你往处出吐气了 那我也不是电子的 咱说那上班不能丑乎是吧 不是跟你没关系可能就是之前没有养成上班的习惯吧 那你不想学着啥呢 学个家看暗视频学个普拉提呢 学东西也是从小到大就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 连玩游戏都是三分钟热度 可能 可能喜欢看电影 但是一个电影看完了就完了嘛 那你天天各家带着现在都干啥呢 就是带着 然后 网友小丫头要不你嘎嘎吧 我喜欢 我 我可能比较喜欢玩 我喜欢玩狼人杀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种逻辑类的语言游戏 我咋的 我什么长的黄头发 我长的绿眼睛啊 老外都知道狼人杀 你为啥问我 知不知道呢 你对我尊重吗 你拿我当人了吗 我问你 啊 你整得我焦虑了 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我睡不着觉了 居然有人认为我不知道狼人杀 我因为我身边爱玩这个人不多 所以我就是带他 那不是有网友吗 那下载拿手拿手机玩给你 就 然后呢 不是 你不乐意玩你就玩他 就对这个问题是吗 啊 你乐意玩你不就玩吗 玩不挺好的吗 你看他们说 这还玩狼人杀 你有逻辑吗 他们现在开始对对你产生人生 展开人身攻击了 我该整个人身攻击这一套了 那你确实你玩狼人杀 你不纠结吗 你这个人就说白了就俩字太纠结了 对吧 对吧 你太纠结了呀 那咱说你因为你现在闲时间太多了 你把那时间都用上不就不闲了吗 你不行我给你点活干 行 你帮我练机呗 我把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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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练机呗 我开局三金 三张金呐 我开局三个金 那是武士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帮我练机 那晚上我看一天天练都练不完 你帮我练机得了呗 我不 我不喜欢 如果你再说个别的事呗 那不行你给我挠后背呢 我晚上一拨到四点左右 我后背就刺弄 你说的晚上说的 你说的晚上说 你自己给自己找事 你要像他们说 你结婚吧 结婚生孩子吧 天天长孩子 你有的是事干 我不喜欢孩子 但是确实最近在考虑 因为在刷一些软件的时候 他们说 有了小孩以后 就不会 不会觉得自己无聊了 你这种 但是我跟你说 说实话 你这种性格 如果突然间 咱们现在说生孩子 你搞不好 又给自己搞出 那个产后焦虑症 产后抑郁症 我觉得我可能太操心了 就是因为我对我的狗 你操的心没啥用 你操的没啥用的心 就是 还是闲时间太多 纠结 总结下来纠结 就是很闲 原因就是因为闲 太闲了 你睡觉能睡多长时间 连着睡 就是 8 9 10 11 12 不行 你跟 你跟英嫂过吧 我跟你男朋友过 合理吧 你跟英嫂过 你不存闲的吗 我给你诊断完毕了 闲的 你也想知道他男朋友咋 你跟男朋友不打架吗 打 打架可能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打架 你还有价值观呢 我为什么不能有价值观 你什么价值观呢 你你说我听的 我的价值观 就是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是冤的钱 首先是一点都不能花的嘛 然后你比如说可能 100块钱买个杯子 和5块钱买个杯子 那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三个那个什么的软件 你男朋友现在是穿的衣服 大概多钱吧 他什么都有吧 一百多一千多 几千多 那一千多你没给他死了 我没死 不合适 但你然买了 还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价值观吵架 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价值观 不能强加在他的身上 但是 但是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 人家是从小 人家是一直都那样的 我又没办法去影响到他 那我也是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就有一点 你家谁是像你家的 我好像没有 我们家 那谁能受了你这书啊 我这有啊 啊 你这你这样是时间长了 你男朋友不得不得不得崩溃啊 你说呢 你有点太闲了 我们给你诊断完毕 你有点太闲了 你这样有点磨人 知道吧 你知道啥叫磨人吗 知道 你这样是时间长了 你会磨人的 你天天跟你朋友也好 跟男朋友也罢 就是分享的事什么东西 都是纠结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为什么是自私自利的价值观 我这样叫自私自利的价值观 你别瞅评论区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拥衣跟着冒充 他们 他们想啥呢 想激怒你 然后这样的话 你回头带着脾气 有节目效果是吧 不是 不是节目效果 他们想激怒你 激怒完以后 你回家不得跟你男朋友干账吗 你也不能跟他们干呢 你回家跟你男朋友干账 干完账分手了 他说他们又来了 妹妹我给你买奶茶 妹妹我花一块五给你买个瓦 那你就不合适吧 这不是正好满足他们 他们现实不是会过 他们穷 明白吗 穷和会过不一样 你是会过 他们是穷 对不对 你看 对 你取的他取到八倍写没 他现实他就四级 抖音就四级 一共花六块钱 他给上面 抖音出七八年了 他就给上面花六块钱 他穷蒙了 他穷蒙眼了 他巴不得 你快点把省钱做个攻略 他好关注你 他只是靠你 先是买奶茶打折的 对不对 好 我知道 这些妹子三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回旋标打脑门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说完他他不知事了 告诉自己 你现在告诉自己一遍 你跟我说一遍 我就是闲的 我就闲的 我找个事干就好了 你说一遍 你说 我是闲的 我是应该找个事干 但是我没有事干 那你啥意思 没啥意思 我给你 我给你当我直播间管理啊 你一月给我掏一千块钱 直播间管理给你掏钱 对 那都打折了 现在是直播间管理 这旁边直播间管理 现在包船带我出去玩去 别直播间管理 会员得续 礼物得刷 你看那个 网上那些 什么辣马七刀 这个那个的 会员得续 网上得刷 没事还得滴出来骂 一休休跟着看 一会儿没管理还得骂 你看这活行不行 不行 五百呢 就免费吧 你这么容易让人给卖了 你容易让人给你卖了 你觉得 那我们各退一步吧 你容易让人给卖了真的 你太优秀了 你真是太优秀了 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 男朋友那个 那个 现实 都让他多看着你点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让人给卖了 哈哈哈哈 真是优秀 太可疑了 那个何清咒 何清咒 你要当这边的管理 我何清咒 何清咒 我管你现在当不当 你当 你当管理 你要我 我扒拉扒拉那边没有 你上扒拉扒拉那边去当 你去当 你当免费管理 一休休跟着 你去干啥 同学们不要乱说话 同学们记得点点赞 五分钟 五分钟送遍人机票 行吗 你跟我说话 那我跟谁说话 我跟你说 你知道那边去当去吗 你什么何清咒 何清咒 何清咒 现实我 现实我绑一大姐 你给绑一大姐 变成管理员了 哈哈哈哈 那也得出来害怕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牛逼 你回头 你你不行 你上扒拉扒拉那边去当去 啊 他钱都被傻子拿走了 行了 你那个啥 你男朋友信不信啊 睡着了没啊 我没在一起 啊 方不方便 懂个事 懂个事 啊 你第一天看我直播吗 不方便 拒绝 你拒绝的话 那我跟你闹这么半天 你怎么表示 你因为你也是因为没有灯牌被抬上来的 嗯 嗯 那我 我看一下 你想要啥 不是啥玩意 你要送礼物啊 不是这个意思吗 什么 你疯了吧 我女粉懂事的意思 你得下去 你说大碗来碗 你干啥 你还我想要啥 我想要套房子 你不知道我刚关注你 我想要套房子 我记得没人认识的 我想要啥 我想要套房子 你还行不行 你现实这么会成 你指定有房子 我想要套房子 我们这边下 女粉下麦之前都得说 大碗来碗 得夹一个 要报照 啊 行 你报照 报照和那个啥 和那个 和那个夹一个 你选一个吧 我说不出来 不好意思 那报照吧 行吗 那行啊 那报照能报吧 下去给我发一个 拜拜 下去给我发一个 能不能发 说话 说话 白嫖 我愿言白嫖了 兄弟们 我愿言白嫖了 我给你开刀半天 这女的生会过的 我愿言白嫖了 好好好